夏天天气热,本没有什么食欲,但想吃肉的时候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,牛肉,牛肉怎么做都好吃都爱吃,炖菜,做馅,水煮,做汤,尤其炖菜,一口咬下去,嚼起来别提多过瘾了,要的就是这种大口吃肉的感觉。 牛肉属于一种低脂类健康肉食,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,维生素以及脚,提到微量元素,如果在平时经常食用一些,除了可以补充到了营养之外,也可以帮助增强肌肉力量,促进血液中血红蛋白的产生,从而起到补血养血和预防贫血的功效。 所以我家基本上每周都会吃一次牛肉,酱牛肉,红烧牛肉,四方牛肉面,炖牛肉,牛肉大葱鲜饺子,基本上交替出现。 今天做了一锅土豆炖牛肉,特别入味,觉得土豆和牛肉简直是绝配,牛肉的香是放到汤中,土豆在很好的吸收到了汤中的香味,吃起来很是满足。 所需食材,牛肋条,牛奶也可以,土豆,胡萝卜,趴角,冰糖,香叶,大料,桂皮,干辣椒,盐,酱油,葱姜蒜,做法,一牛肋条切成块,不宜切得太小,太小顿饭就太醉了。 二放清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,期间换水几次,三锅中放水,煮开,放入牛肉块桌水, 把血沫撇进,将牛肉捞出控水,汤留着,四令几锅,放油和冰糖,小火炒糖色,待冰糖化开适中黄色,倒入牛肉块翻炒匀,五再加入其他香料翻炒匀关火,六酱牛肉和牛肉汤倒入高压锅,按相应的按键炖肉。 七高压锅炖好炖到回炒锅中,汤汁如果少,加些热水,加入酱油,盐调味,中大火炖炖入味,把土豆和胡萝卜切滚刀块,就加入到牛肉中,炖至成熟,用筷子能插穿,汤汁不要收得太干,有汤才更美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